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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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到口感的时候就是像小时候的味道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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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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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 它吸了米饼咬上了水滴滴的 它干了以后 它米饼不软不好吃 浇水的时候呢 就是说火大的地方 就是冒泡的 水化的泡子比较大 就是水要把它多浇一点 把它压下去 所以米饼做出来 它火壳是很平衡的 把它摊下来很平呀 所以你不压的话 它就对在一起 它很高的呀 很高了以后 它就这么不透呀 它就隔身呀 就不好吃呀 热气出来以后 好没好就知道 这个要一点技术的 这个饼好的呢 就是说外面热气出来 米饼上面是发亮的 底下是金黄色的 这个米饼才是好了 他坐这里 我到这里来 他将中日吃什么东西好 我就讲到 我要吃这个 这个梅盘饼 包油条 因为我们是 我现在一个岁数大了呀 因为我们回旧 我吃这个味道很好吃 今天六十五啊 五岁就开始吃米盘饼了 像我妹妹上的年纪了 对这个呢 有点清静感 我是江苏盐城 富林的 94年到上海的 刚刚到上海的时候 就是推个小板车 刚刚做的时候 做得不好吃 下次就不来了 就没生意了 妈妈妈妈妈 开始就是说 自己想 这个米饼是哪里问题 每一个团结 细心一点 基本上米饼都很做得好 上海是个好城市 只要你等吃苦 只要你进进一夜的 上海会给你回报 每一天都有 并没有一个心跳 在陈迹尽 直af 我说 这时 哈 你 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